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理人员事实上都有一种感觉叫做无名的勇气 所谓叫无名的勇气就是说事实上我不明白 但是他叫做一起跑就是一起跑 这样的疫情要变成这个病房 要变成一个专者病房的时候 最大的挑战是 我觉得这些内容书本是没有教的 就是有关我们那个10B病房快塞的部分 接着我想要请教他 这边是安全区 如果能够尽量包就尽量包 所以是觉得还行啊 都可以进去啊大家都安全啊 这穿的防护都没有安全 我们如何在24小时之内 要建立所有的 一二十位的医护团队 产生的一个共识跟共行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挑战 我第一个感到庆幸的是 我所有的护理人员 二十几位都愿意投入 在这样子的一个疾病诈户里面 疫情跟人情事上是会做拉锯战的 我们今天很想为病人做一点什么 但是在疫情当下 有很多的是没办法做的 遇到病人往生的时候 以前他们就是立刻 前往到病人单位去 然后跟他做一个好好的道别 但是现在我们只能透过 录影机电话传输筒 事实上在这个距离的挣扎里面 就代表心情的挣扎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近距离 或是亲自附会到病人家属的心 所以对于护理人员来讲 它是一种冲击 它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性的冲击 因为大家真的看到我们就以为 看到瘟疫一样 瘟神来了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性 它的存在才会感受到 那我们现在快乐的活着 是更有幸福的 对 现在就是说 有一些很大的挑战 不一样就是 第一个防疫的部分 就是病毒的一个感染力比较强 然后加上我们的 最大的一个感染源 都来自一些配器物的处理 那除了照顾病人 最直接的一些防护工作 事实上在环境倾销 才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 所以我就跟同仁讲说 我们一起来 协助我们自己的家园 所以我觉得同仁都蛮愿意 所以大部分都是我们晚上 最后一趟发完药的时候 就开始做团结的 垃圾的一些被气味的 整理跟打包跟预色 我再问课方看看 喂 妈咪 嗨 妹妹有没有认真的上课这样 那我明天就快晒 快晒正常礼拜六 看看你有没有进入 你要等疫情看看 明天快晒完如果正常 你要等到你看看 礼拜五晚上或是礼拜六 疫情看看空的帮子得了 空的聊不再回去 空不了我家还是留在这里 比较安静 好 对啊 好啤 好咯 好了那我就下线了 好 OK好 拜拜 好谢谢 拜拜 好 好